目前在AI的一個帶領之下 可以看到整個股市 可以說是後市還是持續的看好的 不過到底會不會繼續的 就這樣一路漲上去 我們要請教永年哥 在台股的一個部分 今天開高走高 而且我們看到中場就進揚了兩百六十點 而且還包括了我們這個護國神山 台積電的部分 在先前大家說告別八字頭 現在是不是九字頭都要告別了 今天盤中最高已經有來到九百五十塊錢 是的 沒錯 其實剛才庭浩也有講說 這一波的這個 不管是美國或台灣的股市的漲勢 所有的投行都跌破眼鏡了 沒有人會預測到說 到六月還沒過完 就已經快要到兩萬三千點了 差兩百多點都要到兩萬三 這種情況 這種盛況 只有在民國75年 76年的時候有看過 就是三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有看過 就是一飛沖天 這個指數要漲了一倍以後 才有回檔的可能性 那現在也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 說漲了這麼久 你不可能說永遠是漲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子 我不否認剛才庭浩講了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指數 應該還有更高的點 因為這個GDP來講的話 還沒有到過熱的情況 還沒有到過熱的情況 尤其是當這個紅燈出現 GDP當紅燈出現的時候 不會一看到紅燈馬上就回來 那現在是只有黃紅燈 對 現在還只有黃紅燈 所以大概還有好幾劑可以走的 可是我們從技術面看的話 在現在因為漲幅已經大了 那麼技術性的回檔是難免的 那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認為說 可能會有技術性的回檔 第一個 這個禮拜三就是明天 台子期要平昌 因為現在外資 他們手上的淨空單的部位 還是相當大 所以他可能要提防 或外資會壓低平昌 第二個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股市事務日 因為是在高檔 慣例上在高檔的時候 它的震盪會比較劇烈一點 事務日當天 還有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都會比較劇烈的震盪 最重要的是大家看一下 周線的技術指標 在這邊已經二度背離 我們這是RSI 但當初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RSI 它已經是最高了 之後再碰到這個更高點的時候 它RSI已經沒有辦法創新高了 現在在第二度的 在創新高的時候 它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創新高 這個叫做技術指標的空投背離 二度空投背離 之後通常都會出現一個回檔走勢 另外我們看月線 以月線來講的話 同樣的 因為在過去八個月 你要知道過去八個月 只有一個月是收黑的 而且它收黑多少點呢 41點而已 小跌意思意思 對 沒錯 就等於幾乎連漲八個月 連漲八個月是什麼意思呢 你知道嗎 在這個民國79年的時候 萬點大崩盤 你知道跌了多久 八個月 也只不過跌了八個月 所以這個現在的技術指標 已經過熱了 六個月的RSI 它這個已經到超過了92了 這個是嚴重過熱的情況 在過去二十年大概只有看過兩次 這是第三次 那麼之後都會有個回檔 所以我是認為說 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那麼應該 短期之內應該就會看到一個 震盪回檔的走勢 技術性的回檔 大家也不用太過於擔心 大家不要覺得 可能會出現什麼崩盤崩跌 目前還看不出來 目前還看不出來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看一下這個圖是 這個融資維持率 整體市場的融資維持率 這個就是這個紅色的 這個高高低低的 它超過170的時候 就有一點過熱的跡象 要過高 大家想說融資維持率 不是越高越好嗎 可是因為太高就表示 大家都在賺錢 尤其是散戶都在賺錢 散戶在賺錢的時候 會有件什麼事情 大家都做股票的人都知道 我今天再如果看看 這股票 市場好高興 抱著 對不對 可是當它回檔的時候 當大盤出現有快速回檔的時候 大家就在賣股票 你會不會賣 一定賣 會 就趕快一起丟股票 對 就想說 我現在好不容易賺錢了 我要趕快賣 千萬不能被套牢了 對不對 所以就會有這種危機 而且這個是指數 我們在對照過去的 當這個整體市場維持率 超過了170以後 通常都會出現 回檔整理的走勢 好 那麼再過來 我們就看剛才有提到的台積電 我們在之前就有用本益比的算法 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今年能不能 當時我的講法是說 能不能看到1000塊我不敢講 可是到975塊 應該算是個合理的價位 對 今天盤中已經有到950了 最高 那差不多了 那預估今年 為什麼 因為當初我的算法就 預估今年EPS是39塊 那我們稱25倍的本益比就975 可是如果我們預估明年的EPS 是49塊的話 那25倍的本益比是1225塊 那為什麼我會看得這麼高呢 其實並不高 因為大家看一下 現在目前Intel的 它的本益比是多少 110倍 110倍 是 對 真是 我覺得美國股市 好像比較快樂一點 那輝達呢 它的這個本益比是76倍 蘋果26倍 比較符合台灣的水準 那可是呢 我們看一下我們台積電 如果以目前的這個 這個本益比來算的話 大概是23倍而已 那如果按照明年的EPS來算的話 現在才18倍而已 是不是太委屈了一點 那鴻海更委屈了 鴻海才16倍而已 16倍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說 昨天看到200塊的時候 大家看到200塊的鴻海 900多塊的台積電 其實都很緊張 都說現在買是不是太貴 對 是不是 可是你看到這個本益比的時候 覺得哇 我們的這個神山 這個真的很委屈了 那預估呢 像這個 這個 這個鴻海也是一樣 預估今年EPS12塊的話 我們要20倍的本益比來算 它應該有240塊 對不對 那明年的EPS 應該最少應該有14塊 那麼算20倍本益比 也應該280塊 也合理啊 對不對 20倍而已 不過要再請教遠林哥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去買 還是會很擔心 因為畢竟也漲了好一個波段 尾接就會比較高 那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大盤是平停在創新高的情況之下 要去選股的話 要怎麼樣去挑選 我們要選第一個 尾接低 那第二個呢 它底部已經成型了 所以不要只有挑尾接低 還要挑它已經底部成型 底部成型的 第三個呢 它的基本面一定要好 對 一直在成長的 所以我們給大家挑出來一些 這個屬於高價的電子股 大部分是高價的 那麼其實現在要選低價的一個難 所以我們選會漲就好 OK 大家看一下 像瑞育2379的瑞育 它是事實上的五月營收 還有它是今年累計營收 都是成長 它大波 我們看它大波段的跌幅 是跌多少 這個瑞育是跌了60 這是比腰斬還更嚴重 跌了六成以上 而且這些股票都是基歐股 所以當初他們你看跌了像創意 也跌了46% 普瑞KY跌了74.3% 這個是最慘的 因為他那時候有說單子 被人家拿走了 那麼M31也是54% 65% 你看群年跌得最少28.3% 所以這些股票 都是已經跌得夠深了 可是他們的基本面並沒有很差 然後大部分 其實他們的底部已經出現了 像我們舉例說明 像是瑞育 瑞育現在 他的位階雖然不是很低 可是你看短線上來講 他已經突破了季線 然後站上 而且站穩了季線 那在基本面上來講的話 他今年的5月營收 在我們表格上就有了 另外我們看EPS 第一季的EPS 6.1元 年增率74% 然後他的股價竟然會跌了 百分之到46% 百分之62 真是太委屈了 另外因為他有打了車用的 車用市場 然後在中國的網通的標案 他也有拿到 所以基本面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再看 他的籌碼面來講 6月份以來 外資給我買差不多3.1萬張 它不是低價股 買差不多3.1萬張 好 再過來我們看 4966的普瑞KY 普瑞KY你看這邊就很清楚了 對 一個底部已經出來了 然後他已經站上了季線 月線季線都站上去了 而且在昨天是拉回來測試 今天看起來已經測試成功了 所以我們在基本面上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他第一季的EPS 7.2億元 年增率60% 所以整個的基本面 都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又已經站上了 這個所有的移動均線 我覺得這支股票 也可以持續的注意 馬上迎接第二季底 會有投信作帳的行情 要請教永年哥 在今年金融股要怎麼留意 尤其有部分金融股 又被納入ETF的成分股 是 其實幾乎每一檔的 這個金控股都被納入ETF了 你知道嗎 尤其是因為現在到季底了 到季底的時候 一般來講的話 本土法人作帳的企圖心 是比較強的 因為要比績效 譬如說 我們先舉個例子 譬如說00940 他那個時候一掛牌就破發 現在好不容易站回來了 對不對 他就要拚績效 所以你可以看 其實金融股是爭取績效 最好的一個類股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殖利率 大部分都很高 大部分都很高 而且很穩定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只有把 幾檔股票選出來 選出來原則是 他現金殖利率 是超過3%的 我們把它選出來 然後他的這個營收 你看5月份的營收 到1到5月份的營收 全部都是成長 成長幅度也相當大 然後你可以看 他像共有幾檔的ETF 納入他們的這個納入這些 像富邦金 有17檔ETF納入 那玉山金也是一樣 最多的元大金21檔 然後中信金25檔 所以這些的股票 都被納入ETF 那你要作帳的話 是不是要拉這些股票 對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大家看一下 我們選出了兩檔股票 一個是永豐金 一個是中信金 這是周縣圖 你看 這永豐金 他在這一個禮拜 是收黑的 可是他的成交量是放得很大 然後接下來的四個禮拜 都收紅 收紅 結果反而成交量 一直縮減 一直在縮減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他的籌碼 非常的安定 非常安定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信金 中信金收了大量 這個打底之後 連漲散